可以應付到敵人的課工呀! 哈! 漢少蓮林, 既然是這樣, 你喜歡我,就自己過去合谷咯, 我就不會奉陪的了! 少蓮君生氣得雙眼噴火, 但他亦都知道, 茂茂然地過去合谷就等於送死的, 即時趕口就說, 既然向前行不行, 就退回到安全的地方了! 烏卓忍不住, 最多還有幾個時辰, 來到黃昏,山路這麼難行, 如果撤退一個進退不得的地方, 就更鬆! 少蓮君一聽就發火了! 愁口! 你這個只是狗奴才! 這個時候, 哪有你說話的地方呀! 烏卓聽到臉色都變了, 一手按在劍柄上面, 就想跟他拼命! 漢少蓮一手搭在烏卓的肩膀上, 押著他,火微燒著說, 公子你搞錯了! 烏卓是我的戰友, 他講的話就等於我講的話! 誠雖亦都冷笑, 誰講話有道理, 我們就聽誰的! 少蓮君生氣得臉, 一震紅一震白, 勞氣沖沖, 凌轉身就走! 烏卓很感激的說, 能與孫姑爺並肩作戰, 真是生平快事呀! 漢少蓮又去見雅夫人, 雅夫人一看到他就說, 少蓮呀! 有些說話我不說不行, 你不要見怪吧! 哈哈! 你想問我現在與趙善是什麼關係呀! 是! 他很喜歡我, 我亦都要保護他, 但你放心, 他依然是處子之身! 雅夫人說, 但是, 你們兩個現在這樣的關係, 他又怎麼肯嫁到魏國呢? 那我們去大娘做什麼呀! 當然要去偷老公秘錄呀! 少蓮,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你想, 信靈君如果明知道我們要去偷老公秘錄, 又怎會讓我們得手, 是嗎? 當然啦! 信任你的情郎呀! 在這個已如我詐的時代, 只有隨機應變, 說不定, 如與紅掌都可堅得! 照透到老公秘錄, 就算趙善嫁不成魏國太子, 那回去我們都有所交代嘛! 唉, 但願如此啦! 在這個時候, 有個婢女進來稟告, 誠副帳上了, 河爺快點去, 少蓮君又鬧事呀! 河少龍嘆了一口氣, 走他出去, 見到少蓮君已經召集家將, 要一意孤行, 自己撤離這個山頭! 河少龍來到的時候, 平原夫人只是苦口婆心地勸他, 不要搞這麼多事啦! 怎知少蓮君一見到河少龍, 更加怒化充觀, 暴跳如雷, 你除了躲在營帳裏面, 你做過什麼事來呀? 少蓮君又想不到, 平時這個禁嬌中自己的媽媽, 會當眾揭她的倉巴, 當堂臉都白了, 怎樣呢? 好呀! 你現在幫了外人啦! 回頭要對付自己的兒子啦! 由今天開始, 我沒有你這個媽媽! 平原夫人火灌, 一巴打她臉上, 整身都震了嘛! 你再跟我說多一次! 少蓮君摸著臉, 眼中射出很狠度的光芒, 看著河少龍, 又看看平原夫人, 突然說, 你又去了姦夫啦! 還要我這個兒子做什麼呀? 我各位兄弟, 你們想有命的, 跟我走! 平原夫人生氣得臉無血色, 罵她說, 既然我都不准走, 這個家依然是我作主, 何時才輪到她呀? 整班家長一句話都不說, 但人人都知道, 跟上少蓮君只是冒險送死的, 什麼呢? 平原夫人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你如果不跟我叩頭認錯, 未必知道我原諒你! 哼這聲, 就回到自己的形寨了! 河少龍半眼都不看下少蓮君, 就對大家說, 如果想真的留一條命, 馬上跟我去做事! 整班家長一齊答應一聲, 不理少蓮君就各自去斬草斬樹了! 留下少蓮君一個人, 站在山頭那裏, 真是孤立無緩, 到埃曼山頭附近, 有些重重地跌在地下的聲音, 在另一邊的山頭傳來, 三人都感到很振奮, 哼, 看來他們的估計沒錯, 敵人真是在合谷埋伏, 見了扎刑之後, 現在呢, 就想來偷襲他們了, 這些聲音, 都是敵人撞上了, 他們呢, 只是在山下的伴馬索的聲音, 在這個之前, 究竟有沒有敵人存在呢? 都是靠他們的揣測, 他們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 只不過, 如果敵人在這裏, 一定藏身在合谷而內, 因為這裏始終有魏國的地盤, 囂魏謀一定要速見速決, 所以一到天黑, 就立刻來偷偷攻擊他們的營盤, 但是晚上突襲呢, 這種地方最好用火攻, 火攻呢, 就以首先攻佔, 佔著上風的地利, 所以敵人一定要離開合谷, 去到和合谷搖箱對面的另一邊的山頭, 杭少龍就是針對這一點, 在營地兩邊呢, 都佈設了叛馬索, 敵人如果被叛馬索一揭揭到, 發出聲音, 這樣就可以把握到敵人向他們推進的位置, 接著, 噔噔噔噔噔, 那些跌在地下的聲音連響起, 杭少龍大笑跳起身說, 蕭毅謀, 你中計啦, 放箭, 營地裏面, 火光點起, 幾百幾火箭射向高空, 向著兩邊的山谷和峽谷口的方向, 噔噔噔噔噔噔噔射過去, 只留在佔著上風的位置, 一時之間火火箭一插下去, 當同一觸即發, 濃煙霧起, 大部分都向著合谷方向直送而去, 只是小部分飄向營地, 大家也早有準備, 馬上拿出毛巾來, 一濕水敷在面上, 當同那些煙更加焗他們不倒了, 一時之間, 慘叫聲驚叫聲, 在四邊響得不停, 敵人手足無措, 他們怎麼都猜不到, 杭少龍居然先發制人, 反而用火光來對付他們, 雜時之間人影亂閃, 那些本來潛伏在營地四面的敵人, 看到峽谷口被大火封住, 上風位不斷有火燒過來, 只有冒險向營地這邊攻過來, 這邊經過整個下午, 在營地四邊的長草樹木, 早就已經被召兵清乾乾淨淨, 敵人衝過來的時候, 當堂無遮無擋, 變成將自己的身形完全暴露在 杭少龍這邊人馬的弓箭之下, 照過那些兵軍, 看到杭少龍這條奇謀妙計, 又一次奏效, 當堂軍心大震, 大家精神斗手, 搶過水坑, 向著剛剛越過那邊開發地, 準備在邪波這邊攻過來的敵人亂戰射過去, 那麼蕭毅謀這群人衝上邪波的時候, 四周無遮無擋, 無到掩護, 加上求聖在樹林裏面, 給黑煙一分, 早就已經看不清東西, 有些還是雙眼紅了, 一下子, 一陣亂戰射來, 敵人看順節, 眾略如非, 他不禁暗叫的僑行, 如果自己這邊的人, 和蕭毅謀這群職業殺手正面交鋒, 就算贏得到, 自己這邊都一定會死傷慘重, 怎麼又好像現在斬瓜翅塞這麼厲害? 看來, 在這個古代的戰場裏面, 真是必須自勇兼備, 缺一不可。 這個時候, 附近的整個山林, 都已經被火勢包圍了, 烈焰衝天而起, 參天古樹一波波, 徐風倒下, 就更討厭聲勢, 濃濃的黑煙, 一路向盒谷口那邊, 反攻過去, 大火也向盒谷直燃過去, 敵人被火勢逼得, 猛硬攻過來, 有些就有點遲些, 衝出來都變成整個火人, 都不用射他們, 肯定都沒命了, 三時之間, 這個本來是風光疑人的原野, 就變成一個人間地獄, 慘叫聲, 不斷在火堆裏面傳過來, 喊聲震天, 斜坡龍水坑那邊, 到處的屍織如山血流成河, 到了天亮的時候, 方圓十里的地方, 已經陷入變成一堆堆的焦土, 火苗減弱了很多, 但依然在遠處延續, 降少龍連絲考計, 都不用浪費一兵一出, 就連蕭藝謀什麼樣都不知道, 已經將敵人收拾了, 你的正所謂, 善戰者, 無刻, 刻志功, 過了合局, 又向東南方, 走了兩個時辰之後, 大隊呢, 一來到黃河的渤水西岸, 水流清澈, 環境而隱, 漢少龍就在紮營, 大家連戰勝的敵人都心懷大槍, 很多士兵都跳下去玩水, 有些甚至, 就織一個簡陋的漁網捕魚, 雅夫人看到這樣, 也很開心, 就吩咐人, 在河水的其中一段, 圍起帳幕, 他和趙蟬還有幾個婢女, 就入水稀鬧, 有一段時間, 山溪河水之邊, 都是歡聲笑語, 大家都不知道多麼開心, 項少龍坐在岸邊, 看著大家, 在歡笑的情境, 都咪咪嘴笑起上來, 平原夫人來到他身邊說, 唉, 項少龍, 你真是厲害, 我越來越佩服你, 如果長平一戰, 是你做主帥的話, 我想死的, 就不是趙人那四十萬的士兵, 而是巡人的士兵, 整個形勢也都會改寫。 河少龍, 看著他, 碰著他肩頭, 夫人過獄, 偶然間贏了一次半次, 何足掛錢呢? 小元君現在怎樣? 平原夫人面子很冷, 沒有提供一個無用的畜生, 什麼? 他居然膽不向你叩頭認錯嗎? 平原夫人, 平原夫人, 他整聲一陣, 跟著他才說, 唉, 到現在我才真正感受不到, 夫人對我的敵意。 平原夫人的臉更加紅了, 他說, 這個是靠你自己本事賺回來的, 看到你那些鬼神莫測的手段之後, 我還怎會想成為你的敵人呢? 河少龍騙著你的手說, 那夫人, 你又肯不肯成為我的女人呢? 平原夫人面子暗的說, 現在我什麼都不想隱瞞你了, 這次我回魏國, 早就安排好, 要嫁回一個有兵權的大將, 這樣, 這個怎麼都不可以更改的, 你, 你不會怪我嗎? 河少龍聽到, 反而鬆了一口氣, 事實上, 他對這個女人只是有欲無情, 只是想, 借著和他親近的機會報復少元軍, 害死素女的仇怨, 亦都是一種求生的手段, 所以怎麼會怪他呢? 表面就扮得很傷感地嘆一口氣, 好像很失望似的, 忽然間就是這個時候, 遠回又聽到警報聲響, 河少龍覺得很岸然, 紫敬遠處, 在地平市上陳頭大起, 一對人馬響著那些吉字禮, 平原夫人一看, 忽然握著他的手, 喜迎於是, 哎呀, 關博的員兵終於到了! 有了, 有了這支毅兵的護送, 河少龍終於平平安安地, 來到毅國的刀城大樑, 使這座偉大的刀城更加二手難攻, 穩於泰山。 各位, 原來當時毅國, 處於中原的中心交匯處, 北面靠著趙國, 西面接連著韓國和秦廣, 東面齊廣, 南面接楚國, 天下的交通樞紐, 大樑就位於魏國正宗, 一個戰略重鎮, 握手著水陸交通的要衝。 如果要進攻其他的五港, 不先攻陷魏國, 就會很困難。 但是如果要征服魏國的話, 大樑就是兵家必爭之地。 由此可見, 這個魏國刀城是多麼重要。 漢少龍在風邱城休息了幾天, 就在關獨兩千軍馬的護送之下, 渡過黃河, 又走了十五天, 終於來到大樑了。 這一路, 漢少龍走得很輕鬆, 就像參加了古代的旅行團一樣。 尤其是漢少龍, 他知道了二千多年歷史, 現在從由二千多年前, 這個時代, 心裏真是感慨萬千, 在廣闊的大地之上, 分佈著無數的城市。 每座城市都成為一個龐大的軍事設施中心。 這個時代的戰爭, 都以攻城守城為中心。 城市的保存和陷錄, 標準著國家運勢的城伐, 在這些封閉的城牆內, 就是大大小小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中心。 是四周圍土地最重要的指揮中樞, 也是這個地方政權的象徵。 攻落了這些城市, 就等於摧毀了對方的政權。 關部的軍隊, 將他們送到大溝北十里外的地方, 就回到豐休, 將輸送的任務, 交給大梁外圍的駐軍。 這個時候, 信靈軍派來的歡迎他們的隊伍, 也都已經到達。 帶著他們, 由吊橋渡過大溝。 而信靈軍魏無忌, 也都在城牆的另一邊, 排開陣勢, 隆重地歡迎這個多災多難的宋家團。 韓少龍終於見到, 一個名垂千古的戰國四公子一, 魏公子無忌。 此見這個信靈軍, 穿著一身便服, 但方面大意, 相貌堂堂, 身形收場, 一股威嚴尊貴之喜, 若然而上。 雖然他的笑容很親切, 但雙眼睛光閃閃, 顧盼生威, 他是平原夫人的弟弟, 但外貌, 比自己的姐姐還要老幾歲, 不知是否因為長期處於壓力之下, 人亦都顯得蒼老了些。 一番寒圈過後, 大家就向著大良城內進發。 大良城真是氣象萬千, 城鶴相連, 四周圍的城豪非常寬廣, 來到城門北, 亦都很無忍, 信靈君亦露出很不高興的神釋, 但是魏王有這樣的命令, 除非想著要違背他的命令, 或者立即造反, 否則都只好接受這個屈辱的安排。 漢少龍吩咐成衰和烏搶了幾句之後, 自己就帶上趙善趙雅他們, 跟著信靈君進入大良。 大良比在寒丹, 又有不同的面貌, 他沒有了趙國都城的那些古樸宏偉, 但是加了幾分的以麗奇巧, 在裝飾上面也是多姿多彩的。 城內的街道, 以南北分成八條並行的大街, 和東西向的四條大街交錯而成。 這十二條大街, 都已比十幾分馬並肩而行, 極具規模。 其他的橫街宅行, 都依據著這些主街交錯分布, 整然有罪。 在衛士的大路之下, 大隊人馬都經過皇宮外, 佈滿棺牙的大街, 又兜過宮城的高牆, 來到東北各的貴族大臣聚居的地方。 沿途上的熱鬧升平, 街上的行人, 比寒丹城多了很多。 見到信靈君旗號, 都露出很尊敬的神識, 甚至有人跪低禮拜。 顯然信靈君在魏國人的心目中, 是有非常高的威望。 信靈君的府邸, 在北面道路的進頭, 高牆內古樹參天, 亦發顯出信靈君欲眾不敬。 信靈君親自舉杯勸飲, 然後就要跟項少龍聊天。 他說, 少龍的確不同凡響。 区区八百人, 就可以大破過萬的馬策。 難怪在趙國, 現在你的聲明冒起得這麼快。 康小龍的連亡謙讓, 他知道這個只是開場白。 信靈君尋忍了一陣, 人人看到長平一戰, 趙國又強尊弱。 但是很少人看到, 其實秦人傷亡也很慘重。 如果不然, 我怎能在六年前大破巡軍於韓丹城下, 第二年, 又被貴國的樂成和興俠, 帶上韓楚和帝國的聯軍, 大敗巡人於臨神。 康小龍不明白他為何要講這些事, 硬著頭皮說, 這些都是全校軍上果斷英明領軍右方。 哈! 秦朝王的深凶俠艾, 又白起這樣的名將居然一時意氣, 硬將他逼死。 凡禮四年前, 又被罷官, 秦國莫世轉弱, 接著被我們攻陷屠軍。 如果我猜得沒錯, 秦人在二十年內, 迷死只可以恢復元氣。 康小龍聽到他心中不禁一想, 這個信靈君的確是有了。